有一只熊走在路上 走着走着 一个奶油派打到它头上 又一个再一个 哇熊就变狮子了 云归可爱的熊竟然变成了一只狮子 巧妙运用鞋印带出品牌风格的熊石铅笔 2006年一推出奶油诗 便引起了广大讨论 不但翻转一般人 对传统老字号的既有形象 更成为台湾创造公仔人物中 最成功的案例 2006年因为要庆祝熊石50周年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要 可以一个比较像企业的公仔 我们早期当然也帮很多国际的品牌 做过代工 那可能有Hello Kitty啊 迪士尼等等的 巴巴这些系列都有 那那时候董事长的想法就心里想 嗯怎么都没有一个 台湾自己的本土品牌 所以其实他心里就慢慢萌生了一个 希望有一天能够 呃 让台湾有拥有一个自己的本土品牌 所以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让奶油诗诞生了 那这个品牌确实也让我们成为一个 传统的制造商 然后变成一个品牌的拥有者 那也重新把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品牌擦亮了 因为消费者既由奶油诗这比较有话题性的商品 从事认识的熊石 透过公仔建立品牌 重新擦亮熊石铅笔的老招牌 品牌所延伸出的边际效益中 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品牌授权 品牌授权产业近十年在欧美发展进去成熟 根据授权产业属性的不同 大致分为肖像娱乐授权 运动授权 品牌授权 艺术授权 透过被授权者支付固定费用 给授权者的关系来维持品牌的价值 被授权商呢 他每年会按照不同的需求 要缴交他的授权均 比如POP也请拿了一张 Snooby的年利卡通的这种使用权 可能要交三百万给RM公司 那RM公司可能要把这个三百万的 某一种程度的部分 要交给查理苏芝这位先生 所以这个权力和义务是这样在分的 其实应该这么说 品牌授权其实是帮助 就是他要建立品牌 在私钱 或是他觉得自己建立品牌很辛苦 而需要用别人的品牌 不管是卡通的品牌 或是艺术的品牌 来帮助他增加他附加值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可以帮助他们用最低的成本 达到最高的效益 所以厂商在过去 这个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 这个如果他是代工厂商 订单都接不完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生产线 也不会去想要做这个事情 据我们的一个瓷器的合作厂商 可能本来一个瓷器的杯子 他是这个100块台币 但是印上奇白石的作品之后 他可能可以卖200块 然后量还不会变少 那这个对厂商来讲 毛利是提升了50%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这几年来 就是在不管大陆或在台湾 就是也确实有一些 这一些代工厂商 或这些这个本来做外贸的厂商 因为用了这些 例如奇白石的艺术授权品牌 而大大的提升了 他们的一些营业额 跟产品的附加值 品牌可以透过授权不同产业 来发表品牌衍生商品 除了增加营收 更可以充分拓展品牌精神 与能见度 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 更是存在巧妙互惠的伙伴关系 我们常常在讲 其实奶油市是大家的 只是我们熊市占的是文具 我们占的是一些家庭生活用品 那像有食品的厂商 或有内卓衣 就儿童内卓衣或毛巾 那他们也是拥有 所以我们都会去沟通 例如说他们可能希望我们说 今年的图书或风格 那我们都会去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再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我想他们更了解他们的市场 那其实大家互留以后就会知道说 奶油市是不是需要再增加一点什么 或他的风格痛掉 要怎么稍微修正一下 可以更接近我们现在要的目标 那我们做授权这个环节 其实是我们取得住的权 我们授权给厂商 厂商去生产设计制造销售 所以相对来讲有一些环节 我们的确是比较难去掌控 但是因为我们阿Key是亚洲地区做文化创意产业 应该是唯一一个通过ISO9001的公司啦 就是说我们从跟艺术亚签约的流程 到跟客户的这种授权 授权之后的审核的流程 都是一整个系列有规范的 包括他做出来的东西要给我们去做审核 那只是说我们能审核的范围也有限 有些设计不见得我们认为好 可是他认为这样好卖 那我们会尊重他的 所以这个是做授权跟自己开发商品销售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差异 透过艺术授权 甜淡如意的七百石艺术 也能亲切地走进大众生活 透过品牌授权 可爱傻气的奶油师 连横挂足不同产业 创造更大商机 因为我们都一直希望的是说 当奶油师像Hawo Kitty这样经营三十几年的时候 那他可能已经行销到全世界瘦 大家看到奶油师 啊这是好可爱的狮子 他来自台湾 其实我们要的 应该说我们要的 还有我们在这边工作的人 我们都有一个愿景 就是希望有一天 奶油师代表台湾 行销全世界 然后去换别人来跟我们牵授权 这样我们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方订阅 我联系 我联系 到这边